歡迎收看 醫學大聯盟 你是不是發現有些靜頭 跟他們一樣呢 頭好痛 怎麼搞得怎麼樣都打不起精神來 馬大哥 你還好嗎 沒有 我不好 你看我都講哪裡好 一直撈把油 精神又擦 整個尾泥了 我都活不下去了 怎麼了 你 是不是邪制的 不是 不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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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 不是 怎麼了 人家停經了 你別跟我開玩笑 你猜幾歲 你停什麼經濟 你怎麼會想吐了 你是不是吃壞肚子 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很噁心 然後 頭好痛 很噁心是講協制 噁心還是 可能是看到你的臉 什麼 可以了 紀念 可以了 走 紀念好 紀念好 人家放個家 你為什麼要弄人家 不是 我們沒有什麼弄不弄 我們兩個都狀況很多 我們打不起精神 狀況很差 我叫你上個班 你就沒有什麼精神 你奇怪 每天就這樣吸 盡力 盡力是什麼意思 盡力就是 盡力 那叫盡力 盡力 OK 我台語的 我自己也聽不懂 你講英語 你不要沒人家盡力 這樣不可以 我們也不想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 我先讓你精神百倍 觀眾朋友 要一起來到一邊 去 1&2&3&4 5 6 7 8 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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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 8 而且後面可不可以 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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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叫盡力 我為你 你在招手跟佳哥 傢伙打歌 好了 拍拍手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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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二哥是不是在假期過後 會像他們剛剛那樣子 覺得 沒有動力 依不起勁 甚至出現 焦慮 失眠 頭痛 無法專心等問題呢 那真的就要小心了 你有可能是罹患了 收嫁症候群 雖然收嫁症候群 並不是少見的 但是假期前後 這種情緒的落差 的確會嚴重影響 我們的身心狀態 我們應該要如何解決 這樣的情緒呢 今天就要讓專家來告訴大家 當然今天的優勝隊伍 可以把精美好禮帶回家 所以你們要加油了 加油 帶回家 首先介紹兩對來賓 別跟我做對的 瑪莉歐 瑪哥 趕快 說 好 要贏你就對的 YAMI醬 潘俐迪老師 你們要贏 真的嗎 炸炸 好帥喔 體診科醫師 扎飾很醫師 好 保健百人 黃子品增加 廉價狂吃肥肉堆 窈條魔法 讓你體重輕鬆回歸 嘉義科醫師 恆韋傑醫師 廉價僵致洗肉狂 轉眼疾是苦難當 現在都要 目前終於演員了 沒有 我們有五演員 我們很厲害的 1 2 3 4 5 5 6 5 7 7 6 5 4 3 2 1 3 5 7 你的題就搞了 好不好 時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馬上進行我們的 百人民調搶答題 好 來 請問 廉價結束了 哪些狀況會讓人不想面對 而百人民調的前三名 又有哪些呢 來 我們跟觀眾朋友們 一起來看一段VCR 好 請問 廉價結束了 哪些狀況讓人不想面對 完全不想要回歸上班生活 只想自由自在的 我就是不想上班吧 有點多 價錢都放不夠 廉價時候居上有點多 覺得自己好像變胖了 褲子穿不下 現在也根本不敢沾上體重值 在聚餐的時候吃一些麻辣鍋 重油重辣的 隔天就會很容易 跑廁所 肚子不舒服 工作吧 我自己是做美髮的 就是回去工作之後 就要面對客人 模特兒 還有一些壓力 廉價放完就會覺得 要面對的事情會更多這樣 平常上班日的時候 就至少可以睡到6到7個小時 可是一到廉價或放假的時候 根本就不知道睡覺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日夜顛倒吧 因為廉價結束之後 要啟動好 所以準備也滿長的 所以會開始教育 廉價的時候一直出去玩 然後就花了很多錢 跟朋友 跟家人 全包就很空 對 真的是這樣 我們自己也很有感對不對 其實我們男生的感覺 更明顯 真的嗎 有當過兵的就知道 很照慮 不在乎 妳沒叫S 而且當兵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是我們當中是經過學生 他在講到民國初年了 怎麼可能記 對啊 經常答案給他答案 好強喔 妳為什麼要這樣 馬劉 妳的隊友按道 我覺得應該就是 長肉 變胖 對 因為廉價 大家通常都滿 都滿是躺著 大吃 可以 可以 我覺得這可以 我平常就已經 跟潘老師就大吃大喝了 沒有說大吃大喝就吃好吃的 可是 為什麼他那麼瘦 妳那麼怕 不然人家檢討一下 他有病 你才有病 對 他有什麼病 因為像我們 像中秋廉價 我相信各位家裡 應該都很多蛋黃酥 月餅這些 鳳梨酥 我們家裡 只有我在吃那些丸葉 我老婆還帶著普蜜 去上蛋黃酥的課 好貼心 好貼心 他做四顆大的 老婆說 爸爸妳吃 妳試給我看 不是 他一個媳婦 甜蜜的負荷 你們真的不曉得那種 小孩子期待說 爸爸好貼好吃 甜蜜的負荷 而且你一定要把它吃完 才表示 你要在他面前吃完 對 然後我們家裡 當然我自己本身也喜歡 那不是你今天長得好像蛋黃酥嗎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是 剛好有一次是在 廉價之後 然後劇團就要量身 我就不曉得 為什麼會選在 廉價之後 然後要量身 時間更好 對 結果後來就是來的衣服 因為前面兩個都不算了 對 我等於最後拿到衣服的時候 是正式演出的前一個禮拜 但是那個時候拿到 就是所有尺寸都大概大兩寸 就是因為我只要廉價之後 我整個人就是很腫 所以照理 沒有 對 沒有 沒有 他平時都很恨 幹得好 因為等於就是在前一個禮拜 最忙的那一個禮拜 還要再改我的衣服 所以你們答案是什麼 體重胖了 胖了就是長肉了 好的 這個答案 會是見前三名嗎 好 恭喜 肥肉產生好苦惱 我們請到宏偉業醫師 因為大家放假的 第一件事就想說 當然就要吃好吃的 平常都已經這麼辛苦了 而且所謂的好吃 在我們的定義裡面對不對 好吃的不健康 健康的不好吃 對不對 沒有什麼叫好吃又健康的 只有安慰自己而已 所以所謂的不健康就是 那些高油脂的 那些精緻的飲食精緻的澱粉 就會特別好吃 高糖 高油 那大家知道高糖 高油就一定 高熱量 所以平均大概 國民健康署統計的結果 每次連假過後 會多 0.5到1公斤 或到1.5公斤 太少了 那算什麼 那不算還好 所以我們這些飲食的部分 在連假的時候 就會有特別的不一樣 很多人會給自己一個安慰說 沒關係 我就運動給他瘦回來 可是告訴大家一個 很可怕的現實 是 事實上在減重的過程中 運動佔兩成 飲食佔了八成 胡蘿蔔糕 你們什麼兩成 你們連八成 我們下面去看看 潘老師那是運動特別多 那是不一樣 我們又是平均 平均均又來了 所以這運動的部分 告訴大家可怕的現實就是 你舉例來說吃一碗飯 或喝一杯飲料 想說我把這一杯飲料 熱量瘦掉了多久 舉例來說 要 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游泳玩 去吃個大熱狗對不對 沒有用 你還倒貼了 對 所以運動要瘦這件事情 比較困難 大家平常的飲食 給大家的建議是 國民健康室建議 如果是要蛋白質的話 攝取像是豆類 魚類是比較健康的優質蛋白 澱粉類的部分來講 是要圓形食物 像是原本的馬鈴薯 或者是像糙米飯 這些會比較健康 可是坦白說 這些所謂的健康的建議 就大家比較難落實 原則大家都知道 可是執行上比較困難 尤其在廉價的時候 更容易就是放縱了自我了 因為廉價有時候我們回返鄉 爸爸媽媽難免說 孩子回來 對 你最愛吃的 他都會想要 所以你說怎麼瘦 很想跟你吃 我們請到黃子萍專家 來補充一下 除了搭配飲食 以及規律的運動之外 我們還可以選擇 台灣一些合法的減重產品 來作為輔助 像一些減重產品 它們裡面有包含一些 比較天然的成分 像是 有助於控制飲食 促進新陳代謝 消化脂肪的 讓減重這件事情 不再是遙遙無期了 這樣聽起來就放心多了 對 放假不是就要輕鬆嗎 對不對 跟專家們都講了 其實跟運動 還是要有實業的關係 對 沒辦法 我們放假 我們帶這幾個老人出去 騎腳踏車 然後要放假的 我們要放假 我們兩個之間的賽潮 他們騎一騎 他們會偏 那你要 他跟小鐘哥 對 這幾個老人真的沒有辦法 而且你要騎15公尺就要尿一次 15公尺要放他們尿一次 而且他騎不上去的時候 我要推 我要推 所以我就變成說 那怎麼辦 我要照顧他 那你把所有的體力 都耗費在他身上 對 我是因為之前有在泰國 拍旅遊影片 因為出去玩就像放假 就感覺每天都像連假在放假 妳出去玩就是放假 怎麼要出去玩就像放假 因為我還有順便拍影片 也算工作 所以我就會變成算 對 辦工作 所以我就連假就會 找時間快點吃 所以我會從早餐 一直吃吃到宵夜 這樣我就可以拍五支了 然後我就這樣連續 這樣兩年下來 我就胖了12公斤 對 直哉 然後後來回來台灣 直哉 回來台灣的時候 回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什麼生活作息 根本沒有改變 因為只要連假一放 比如說 像現在有很多連假 是從禮拜四放 補假什麼的 我就會從那一天放假的 晚上開始吃 然後吃到要收假的那一天 然後這幾天 你要吃 No 水果 No 一定要吃肉 你知道那個麻辣鍋 這好吃的 對 好煞的 對 就這樣一直吃 然後我又喜歡喝麻辣鍋的湯 有沒有 天啊 這幾天下來 這幾天下來就會吃得很開心 可是就是沒有出去 就是只進不出 所以你說那個體重計 我那幾天完全不敢量 一定要等低拋有出來 我才敢站上去 可是還是那個體重就上來 低拋出來 大概也少0.5克而已 對 差不多 對 而且我有沒有覺得 這是因為個人的習慣問題 像我們剛才在樓下碰到家面講 剛才那邊是 對不對 對 你可以多跟潘若迪老師 那些樓下一起出去運動一下 我們騎出去那個熱鞋子是更熱的 我怕我跟他們出去 我要推他們的屁股 因為我是那天最年輕的 好吧 那也沒辦法了 勤勘搭 你不錯 你不錯 甩了 剛剛二零那一段 減慢動作 驕傲了 我覺得焦慮也可以 譬如說像我們突然想到說 要面對工作上的一些上司 上司 上司 老闆 就是壓力 上司 這一種上司 那個也會焦慮 這也很可怕 我剛剛有這樣出來 放假好活潑 很棒 每天都很活潑 你們不要再Cue我了 不要再講翻證字了 放假都睡得很好 但是準備要上班 一工作開始 焦慮 因為你會覺得說 要回到戰備的那個情況 所以潛眠 療成工作模式 然後我們可能 我當然也許我也考慮到 我有可能有點更年期的問題 不是 更年紀也大 你應該是有 你早就有更年 不是你考慮 導致試食 停經 停經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 焦慮可能也會造成 睡眠的不足 因為你會緊張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 焦慮 好 這個答案會見前三名嗎 那就應該是前 第四名 第四名才是 第四名 對 太近 差一點點 焦慮 失眠 睡不著 我們請到張晨醫師 對 其實焦慮 失眠 睡不著 這個是因為 假期跟收假 這兩個之間真的差太多了 你知道嗎 對 因為我們在放假的時候 其實就是 把空手先放下來 對不對 因為你需要一段時間 好好的充電這樣子 所以說你要減少這個焦慮 其實有一個根本的解決方法 怎麼做呢 因為平均來講根據研究 我們的作息只要改變超過 所以你自己回想一下 那些超過五天的連假 是不是都特別特別地焦慮 對 所以好像暑假完 小朋友也要回那個作息 太難了 我這裡分享四大秘訣 好 一個就是說 在一天中的某一段時間 其實盡量嚴格要求 自己是在床上睡覺的 這一段時間叫做 半夜12點到隔天的6點 盡可能這段時間好 這段時間6個小時 你睡4個小時 5個小時也好 不要說這6個小時都沒有睡到 這個時候到時候你收假 你的生理走勤會非常非常難 了解 第二個 午覺 你睡個午覺 你可以讓你的下半天 可是午覺不能睡太久 太晚了 太晚了 但是不是標準 不是不要睡太久而已 在收假前兩天 把午覺拿掉 你要睡午覺 要拿掉 這很重要 然後拿掉 這兩天你如果沒有睡午覺的話 其實你的日夜的作息 會更調得回來 第三個 潘老師的強項就運動 年假期間 盡可能要求自己 每天大概15到20分鐘的 體能活動 走路也可以 走快一點 只是要動起來 讓自己會有點喘 為什麼呢 因為運動 為什麼對我們的生理週期有幫助 對 那是因為運動可以刺激大腦 分泌一些 幫助我們穩定生理週期的 化學物質 正腎上腺素 讓我們的警覺性變強 也就是說 你在收假了以後 要拍戲 要做很多事情 你的警覺性會變強 就是正腎上腺素 幫你 所以你看運動多重 所以那時候 我們大兵哥當兵的時候 收心操就是要運動 讓你專心 最後一個是 在連假期間 你知道 塞車可以占掉很多時間 可以壓縮你的睡眠 對 要注意 所以說你在假期期間 搭捷運 搭稿業 避免塞車 沒有塞到車 你的心情會好一點 而且你坐在上面 還可以小小補眠一下 對 什麼 告訴你 請講答 你不要一次講 你很強 那就跟吃的東西有關 不想面對 我覺得是第一個 就是身體上的不舒服 對 那連假最容易大吃到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就是放假的時候 你看姚美講又要吃麻辣鍋 我要吃什麼的 我其實我就是 潘老師知道我跟妳 我會預備 所以我前一天 明天要拍戲 我今天都 不吃東西 盡量 他腸胃是不會有問題 他泌尿系統比較有問題 對 因為要帶尿 那是下一場的主題 就是我盡量 就是不要吃什麼麻辣鍋那些 因為你會造成上廁所的不方便 特別是外景 所以你還滿節制的 我節制 可是除非說 我今天知道是在棚內 那就安全 因為廁所很安靜 它沒有節制 它沒有節制 但是我們去泰國吃餐廳 它會把每一樣菜 它都吃得光光的 可是如果 你跟它同種 譬如說我們一起做 它會把你的菜都吃光 真的 一個甜菜味 吃完自己就吃你的 真的 所以你不吃快一點 就被它強壯 會 因為要覺得浪費 對 我是愛細胞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就這個答案 就是 腸胃可能會不刺 拉肚子 好的 這個大家會是今天前三名嗎 有 恭喜 對 第三名 腸胃不是跑廁所 我們請到張勝醫師 因為根據台灣過去幾年的 健保資料庫的研究 在廉價之後 腸胃科門診的就診量 真的都是增加很多 對 大家知道 這些廉價裡面 尤其是以哪一個廉價 腸胃科增加最多 哪一個 過年 中秋年 不是過年 因為吃了都要烤肉 廉價 因為 特別會在中秋節烤肉 我跟你講 烤肉的話 真的會讓你鬧肚子 真的 因為平均來講 在中秋連假之後 台灣過往 腸胃科門診的 根據經驗就是說 在廉價之後 出現了腸胃問題 大概就是三種是最多 第一個就是拉肚子 我這一指的拉肚子叫做 在連假期間喜歡出去玩 對 出遊你就容易接觸到一些 你平常不太容易接觸到的 細菌病毒 是不是就是我們所謂的水土 對 水土不平 這個講得好 也算是 第二個叫做便祕 其實讓現代人便祕 最常見的幾種飲食特性 不是我們想說什麼 水不夠多 什麼膳食纖維不夠多 不是 是 這幾個最容易讓你便祕 老人家很常見 吃麻辣火鍋的人很常見 第三個 第三個我相信大家都經歷過 叫做 廉價或者消化不良 真的很常見 脹氣 那消化不良 尤其又有一種體質的人 叫做 想到腸躁症 就是說吃了一些東西 一直跑車 跟平常不太一樣的東西 結果我的肚子就很痛 然後脹氣 消化不良 絕對沒有消化完 有腸躁症的情況的話 大家會建議就是說 你不要吃引發性的飲食 就是說你特別有幾種飲食 容易讓你的 腸躁症發作 例如 第一個叫做 寡糖類食物 寡糖類 糖是什麼 所以你再連假不要吃太多寡糖 什麼 有什麼 豆類 豆腐嗎 好難喔 紅豆洋 任何的豆製品 其實綠豆碰跟蛋黃酥 都有豆類 蛋黃酥會有紅豆 對 豆類不要吃太多 第二個就是 所以你不要覺得 不是叫大家不要吃 是不要吃過量 你不要覺得這個健康 在假期間就有飲食 其實甚至是連花椰菜 還有一些茶葉 都含有寡糖 所以他們是健康是不是沒有錯 可是你不要在 連假期間吃太多 就是平常其實沒有什麼吃的 但是你到連假然後吃果 過量 另外一個叫做乳製品 乳製品是典型的浮明飲食 所以假期間不要吃太多的 乳製品 第三個就是一些 代糖類的東西 像山泥醇 那些 所以說是 化學都都化合了 它本身沒有熱量 可是它有甜味 還有這些食物也要少 口香糖那種 代糖 就是說減少浮明飲食 會讓你在收價以後 腸味道過得比較順一點 平常我們吃東西是非常講究的 因為你知道健康是對目的重要 但是有時候跟著這些朋友出去 這個不能吃那個 真的哪些朋友 又是他那些朋友 那個朋友就是他可能說 這個東西太貴了 那個東西我們沒辦法吃 那個龍蝦 太貴了就是瑪利歐 對 他沒有辦法吃的小鐘哥 我覺得我們到泰國 我們就應該吃那些小的吃 但是他卻忽略一件事 朋友跟他說 其實泰國的小的吃 你不能隨便亂吃 對 衛生的問題 我就真的跟著他吃 我到處吃 是個傻哥們 不是 我朋友是幹什麼的 好 對不對 你就陪他從頭吃到尾 我們一上電車 不到20分鐘開始有反應 電車人多 沒有位置在 體驗一下人身 不一樣的人身 都沒有東西這樣 已經 不對了 因為他那個電車 他們沒有像我們的電車這麼穩 他會有一點會 那一天我穿的是那種 像阿拉丁人那種褲子 寬寬那種就出來了 我跟你講 我這個兄弟 你怎麼在電車上放屁呢 他在那邊講 他想到大家都聽這種中文嗎 對 可是還是有台灣觀光客 因為我們在其他人 有人跟我們照相 真的台灣觀光客 然後那多的是 結果你這樣 一放 一拉出來之後 本來是完全沒有位置 現在位置全部讓開了 你真的好兄弟 他腸胃比較不好 你腸胃比較不好 腸胃比較不好 我們都沒事 所以你也沒覺得他是好兄弟 你就覺得他腸胃不好 他是沒有拉 他第二天我一起吐了 我們現在剩下最後一個答案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讓我們的張醫師 好久沒演 天啊 讓他來演一下 他演一下 3 2 1 Action 請搶到 你們的按鈴很遜 你們的這一次 張醫師這樣演 應該就是沒精神吧 沒精神 對 就是剛剛的死咧咧 對 死咧咧 精神不濟 精神不濟 好的 這個答案 會是今天的最後一個答案嗎 恭喜了 因為他演得很好 上班總是沒來勁 我們請到橫瑋傑醫師 在這種面對禮拜一 或是連假過後的工作的 一個焦慮壓力之下 上班要怎麼去克服 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當然面向 要從情緒 因為我們要真的思考說 我們這個到底要去上班 是怎麼樣的情緒呢 是捨不得假期的情緒 還是去上班的壓力的情緒 還是是我們覺得有傷感的情緒 要去充分了解自己的情緒 如果你發現你過度的痛苦 上班的時候 真的非常非常地不快樂 請假 已經造成了 不是請假而已 離職了 嚴重一點 真的要考慮換工作 所以應該是要去了解 在工作上承受壓力 有沒有造成自己生活上的 重大的影響 第二個 就是要改變你的認知想法 想法真的很重要 轉念之後會差很多 廉價真的轉念 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像有人就會覺得上班很開心 他怎麼轉念的呢 因為他的工作部分是業績制度 不是固定領薪水 所以他就覺得 越上錢越多 對 沒上班沒錢 所以他是放假 廉價 壓力症候群 只要一放假就壓力很大 對 演藝人也會這樣 也對 我們也是這樣子 開工好開心了 終於開工了 所以他都好期待開工 所以他根本沒有什麼 Monday Blue這種狀況 沒錯 所以思緒的一個改變 想法一個改變 會讓自己快樂很多 重要 第三個行為 其實剛醫師剛才講了 漫長的四大秘訣 真的要記得 那個秘訣的部分 會影響到你的自己的時間安排 包含睡午覺跟睡眠的週期 你可以不要再重複一次 那個漫長的事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漫長的 節目播出時間 我都很認真聽 我也有 張庚也有到了 我們都很認真聽 所以這樣子的行為改變的話 其中其實最重要一點就是 因為我們放假的時候 坐席真的太不規則了 所以要從放假 至少不管怎麼樣 最後一天一定要改變 自己的行為的部分 也要讓自己開始意會到 要開始恢復到工作狀態 不可以再到晚上最後的時間 才開始想說 明天慘了要準備什麼 這樣壓力會更大 好 一直播 幹嘛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潘老師 你只是要確定 很明顯有沒有壞是不是 不是 有領錢純粹想讓他閃一下 那不好意思 潘老師 現在年紀越來越大 狀況應該也是滿足的 我到這個年紀好像都覺得 我很健康 因為我只是就是 沒有 不健康 不是 我你好好聊天 不是 我們到這個年紀 基本上也是要讓你看到 健康的樣子 可是還是我們還是會有一些 所謂的過渡時期 會睡眠品質變差了一些 平常至少大概都七 八個鐘頭了 那一陣子睡眠品 大概只有七個鐘頭 所以我就覺得有差了一個 七個鐘頭不算了 已經算不錯了 一定要八個 我覺得才會爽 然後吃東西或是開始 注意力比較不太集中 你要說人有五衰 我覺得你比較是 碎碎唸的問題 對 而且有時候 因為你搞不清楚 你就會一直會告訴大家說 法昌昌 四茫茫 牙洞窯 記憶退 體力差 所以你就會重複之後 你就會覺得 法昌昌 四茫 你不要再重複了 好嗎 再重複嗎 我就有碎碎唸 要 跟我家那個17歲的老狗 失智的現象很像 轉圈圈 一直轉圈圈 一直轉圈圈 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時候真的是跟 老子有關係 反正你真的是 還是有茶餃子的反應 因為記性沒有以前這麼好了 而且會 會有一點點情緒 突然間會爆 真的 不過我們也要真的要慢慢地 去接受 接納 調適 接納每一個階段的自己 對 好不好 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年假結束了 哪些狀況會讓人不想面對 一 上班總是沒來勁 二 肥肉纏身好苦惱 三 腸胃不適 跑廁所 四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焦慮失眠睡不著 第五就是 馬哥最大錢包 錢包空空好無奈 這真的 來 大家有沒有親身的經歷 我有 因為我以前就是 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其實家裡面 有些親戚 他們滿不喜歡我做這一行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 這一行就沒有什麼保障 不穩定 所以他們就會一直跟我媽 洗洗澡 然後就我媽回去 因為我知道我媽很愛面子 所以我為了讓他回去 就過年的時候 你知道就是發紅包 發的就是很有氣勢 這樣發的 又這樣發的有沒有 可是也因為這件事情 就讓我連續兩年 每一次就是要過年前 我就會跟公司建一筆錢 真的 我就每一次 那時候才剛出道 預先預支大概就是10萬 而且第一次10萬之後 你隔年就會更多 對 而且要讓他們知道 你做得更好了 那個時候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你要想說 你等於你先預支了 可是你後面其實相對的 你要還 那也要真的有那麼多工作 可以還 就會變成你其實沒有薪水 對 就很薪 真的不要這樣 壓力就會很薪 不過以後也很勇敢 表示你現在也成長了 也接納自己 所以你才有勇氣 在節目上把這件事情說起來 有時候真的面子就 所以明年要多少 面子真的不要 沒有 沒有 後來我就 不回事了 事情要收開了 表示呼呼地叮奶了 不要 真的 沒有 我自己忙不回去 我們要看到第6到第10名 第6名 身體疲憊好痠痛 第7名 不想社交面對同事 好累 第8名 注意力無法集中 第9名 一堆工作堆積如山等著我 第10名 晚睡早起超痛苦 也是都有 跟我們剛剛真的討論的 大家應該都非常有切身之痛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 照著我們意識專家的建議 好好的在廉價期間 也把自己的作息調整好 不要讓我們開始上班的時候 要承受這麼多的痛苦 希望大家都越來越開心 這階段要恭喜 別人跟我作對得到100分 好 我實在沒有想到 不要再唸了 就夾桶就好 好不好 全部丟對不對 沒有 三顆 有沒有都給你一個人 來 我們整盤都給你 來 沒禮貌了 好 好了 可以了 一顆 你們不能投球 我們不能投球 我只是過來安慰你一下 下一段繼續加油 好不好 好了 拿出你們的是非牌卡 是非牌 好 接下來由我們 第一學到你們最忠實的粉絲 來出題 觀眾朋友們跟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天題目是什麼呢 看到同事上班在玩手機 問他 他還說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這是真的嗎 同事上班 上台一般在玩手機 問他 他竟然說 這樣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是真的嗎 還是藉口呢 Yes Or No 請搶答 妳看到多快 你看 居然不及野蠻 太厲害了 老師 我先看到妳 我就給妳的答案 因為也許妳的答案不一樣 可以 可以 就像 如果你答錯的話 妳就是送分給他們 好 真的嗎 對 好 因為我覺得 就是像有一個新聞報導說 就是上班的時候 女生要多看男生的裸品 然後才會 才會養眼提高工作率 這是真的 妳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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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等一下 妳看 有精神的滑身 妳知道嗎 妳不是玩手游 不是看 妳是玩手機 那不是滑手機 不是滑手機 那我們要不要改一下 真的嗎 這是陷阱 堅持 我們絕對不能破0以上 我們要堅持 這是你們堅持 對 早說 說嘛 這個事情就要堅持 他們的答案是堅持YES 我們請到張沈醫師為我們解答 好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 YES或NO YES或NO YES 先決條件是 妳的工作跟休息是規律的 規律 一部分整個工作時間都在休息 也用這樣在休息 那當然是沒有工作效率 好 現在講的是說 假設妳規劃妳的工作時間 半小時 休息五分鐘的時間 妳是用來玩手游 這個可以增加 妳接下來的半小時的工作效率 好 那為什麼呢 這裡有一個實際的研究 來幫助大家說明 好 美國的佛羅里達大學 它做過一個研究 它找了66個人 這66個人去做一項 簡單 可是容易出錯的工作 大家猜是什麼 簡單容易出錯 做表格 Excel Excel是一個 會的人就很簡單 可是很容易出錯 你沒有專心的話 那個數字少打一個0之類的 所以說它讓這66個人 做這個工作 在過了規定的工作時間之後 讓他們分成三組 就是三種休息方式 三種 第一個就是 你就坐在那裡就好了 放空 你放空 第二組你不要放空 可是你要冥想 冥想跟放空不一樣 冥想是把你的意念 專注在現在 那個叫冥想 第三組就是玩手游 接著讓他們用這三種 不同的休息方式 坐在那邊放空 冥想跟玩手游 接著分析他們回來工作時候的 用Excel的正確率 還有效率 大家發現 是玩手游這一組效率 就好了 出錯的機會最低 他那時候在活絡他的腦袋 沒錯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跟我們的 大腦科學有關係 我們的大腦是這樣子 對大腦來講 真正的休息 不是完全不做事 是 而是輪替他的腦區在工作 你在處理這些數字的時候 這個大腦是某一個區域在工作 對 可是當你這個區域要休息 你讓他不要工作 可是換另外一個區域活躍起來 這個對大腦來講是休息 轉換模式 比起都不做來得重要 對 這樣我們練重訓 練完手可以去練腿 你要暖身 你要拉筋 你要做一種不同的運動 才可以給身體有好的智慧 對 沒錯 原來是這樣 學到了 了解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 選擇搶答題 這個階段除了 按鈴要快之外 你答題要正確 答錯沒有送分給對方 沒有送分給對方 對 就直接失去得分機會 第一題 連假過後大家都想要快速地 纏肉 請問 下練哪一項減肥方法是無效的 第一 吹氣球 第二 看恐怖片 第三 身上塗辣椒糕加保鮮膜 請上來 潘老師回來了 這種專業的問題 當然不是我來回答 好 我 OK 我跟你說 前面兩個都OK 對 我也覺得 塗辣椒是那個 因為我班上就有學生這樣 他是用萬金油 好熱 白花油 萬金油 塗了身上 就跟他一樣 他出國的身上都會搞得 我沒有 這樣他才不會聞到那些 不會 他就這樣塗在那邊 然後再加保鮮膜 然後就送醫院這樣子 就送醫院了 對 送醫院 因為太辣 對 太辣 受不了 如果太敏感就會受不了 對 這個東西是不OK的 是 所以說是一碼 一碼對不對 不是 三 三 三 會不會玩 會 那個是幾 日幾 日三 好 等你們答案是三 身上塗辣椒膏加保鮮膜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高興答對 這題很簡單 對 我們請到好位傑醫師 有因為前兩個答案 像吹氣球 雖然它消耗的熱量沒有很多 可是如果氣球一直吹 而且很難吹氣球 你還是要費力地去吹它 但你嘴巴會受傷 對 我們這一題沒有講受傷 這一題講的是 有沒有消耗熱量 好 當然不建議一直去吹 而且我們臉部的咀嚼肌 如果很發達的話 你會看起來就像一直咬 口香糖一樣 臉會比較低 對 所以大家比較不喜歡這種狀況 第二個 看恐怖片 真的有人做 在西敏市大學要做一個研究 就去測大家實際熱量 消耗了多少 結果大家發現 恐怖片大概90分鐘 可以消耗 100卡路里 100大卡 那為什麼可以消耗呢 是因為看恐怖片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開始 我們的交感神經會興奮 因為很緊張 所以這很好理解 沒錯 可是第三個 它有兩件事 這一題看似簡單 其實暗藏陷阱 可是又有學問 因為它題面提到辣椒糕 為什麼有些人覺得辣椒糕會減重 因為熱熱的 對 可是答案熱不代表就是減重 沒錯 我們身體發熱只是為了散熱 不代表會減重 就像流汗也不代表會瘦 保鮮膜這件事情 是在很多醫學上面的舉例來說 像是我們用一些藥物 在塗上去的時候 上面多鋪了一層保鮮膜 會強化這個藥物的作用 真的 就是把它封住的話 它藥物作用會更強 我以為是不要沾到別人 不是 它為了讓藥物的吸收 強 會效果更強 會更強 沒錯 所以就是用保鮮膜 可是如果你用的辣椒糕上面 再直接再敷了一層 所以有些人甚至會產生 皮膚受傷的一個情況 就是一些發炎 過敏 所以要真的很小心地使用 所以比較應該要注意的是 第三點 不要辣椒糕還要再加瘋膜 因為這樣子 過敏的狀況或發炎狀況 可能會更明顯 我希望大家還是要注重 自己身體健康 是最重要的 恭喜你們得分 好 下一題 還有 大家都知道減肥想要瘦身 可以攝取膳食纖維 比較高的食物 來增加飽足感 對不對 那麼請問 下列哪項顴骨雜糧類食物 膳食纖維含量最高 1 玉米 2 燕麥 3 馬鈴薯 請搶答 馬鈴老師 快到我都嚇到了 膳食纖維含量最高 應該是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燕麥 感覺三個的話 一起吃下去 比較好上廁所的是燕麥 膳食纖維最高 馬鈴薯是 而且燕麥是要透過水之後 它會就是膨膨 然後就有保足感 玉米是澱粉 玉米跟馬鈴薯都是澱粉 對 什麼米飯那些都是 也不能問我 也不能問我 我沒有要問你 那你剛剛問我對不對 我沒有問題 他口頭喘 口頭喘 對不對 對 請問問題我講很多遍 你快點給我一個答案 不管 就燕麥 趕快拿一個 燕麥對了 燕麥你拿 就燕麥 那你幹嘛拿3 我拿2 3 就是 潘老先生 Z Z 1 大鳳 就它了 好的 你們答案是2 燕麥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但是你們沒有得分 也沒有好那麼開心 因為我們的答案 我們的答案是1 真的 答案真的是玉米 玉米你會上出來 就代表它就不出 燕麥也會上出來 燕麥不會上出來 不會看到燕麥的樣子 沒有 我們先不要討論這個 上不上菜的問題 好嗎 我們可不可以交給專業的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因為你要 方醫師 你要公平地比較 你要把每一種食物的 每100公克拿來比 看它裡面到底有多少的膳食纖維 對 這三種食物怎麼比 我們都知道 講到膳食纖維 大家都想要什麼 蔬菜 水果 可是不要只想到蔬菜 水果 還有別的 很多顴骨類其實 富含膳食纖維 這裡講的就是三種代表性的 它們裡面其實沒有誰好誰會 就是多少的問題 都是不錯的膳食纖維 只是說你硬要比的話 它們還是可以比得出膏下來 我這裡直接給大家數據好了 100克的食物裡面 玉米有2.2克膳食纖維 燕麥有1.7克膳食纖維 馬鈴薯是1.3克 當然我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要瘦身 因為這一題是在問瘦身 對 你要瘦身的話 真的要多補充一些膳食纖維 因為膳食纖維為什麼 對瘦身很大幫助 它有幾大好處 第一個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讓你排便順暢 對 其實排便順暢的人 他瘦身是比較容易的 他的心情會好 他的運動能力會比較強 這個都有關係 第二個 它可以改善一些 代謝指標 譬如說膽固醇 它可以調節 血糖 它可以調節 最後還 研究有發現就是說 膳食纖維吃了比較多的人 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是比較低的 最後一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膳食纖維增加你的飽足感 對 飽足感有了 你就容易瘦身了 對 其實講到瘦身 我們就要來問問我們的保健達人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事半功倍 像我曾經就嘗試過 就是有吃減肥藥 然後我一整個禮拜都不吃 就是不吃東西 結果我就只有喝水跟睡覺 因為睡覺是可以減少那個飢餓感 可是這樣怎麼有辦法活下去 我覺得那成效不高 因為一吃的時候就立刻 而且不胖很快 馬上扳膽 對 而且那個體重還比 一開始在減的時候更重 更高 對 然後我也有就是嘗試過 可能就是 吃比較少 或者是就是 減少那個進餐量這樣 就慢慢吃 然後那時候飢餓感很快就來 我反而就是 衝去買東西吃 就是越吃越多 它會有一種 抱負性的感覺 就是 抱負性的補償自己 但是不飽 結果就越吃越棒 對 那怎麼辦 後來我有發現一個就是 可以 增加這個飽足感 很棒 太棒了 一起來試試 就是這個 好棒 對 就是這個鮮瘦可可飲 他們家之前有出奶茶跟拿鐵的系列 都非常地熱銷 而且這次成分再升級 又出了新的可可口味 這樣嚼就很香 對 這個味道還滿好 它是選用 西班牙黑騎士的可可粉 擁有38項的多國專利證書 還加入了五大世界專利成分 有 我覺得滿好奇的是 因為我剛剛這樣拿起來我嚇到 因為我以為會是熱的 因為通常喝可可不就是要喝熱的 對 可是它是冷的 所以是 聞起來好香 我們可以喝了嗎 可以 就你看它是什麼 刷一下 但我想知道它是怎麼 它是怎麼泡的 是要先用熱水泡開再放冷嗎 放冰嗎 沒有 因為它的粉狀的質地 非常細緻 所以不管用 但是要注意 就是不要用 超過50度的熱水來沖泡 不然會去破壞掉它 專利成分的活性 它就是可可 對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很濃 而且我覺得比較妙 就是它不會有那種很 很膩的感覺 那種黏著感 沒有那麼厚 清爽 又是冰的時候 喝起來覺得很舒服 因為現在天氣很熱 這個天氣的來喝一杯 就有別的口感 馬哥 你冷靜一點 細杯是不是 那我想問一下達人 像這個我要什麼時候喝 然後要怎麼喝 其實隨時隨地 餓的時候都可以喝 因為它一包只有 六十三大卡 但是一天就是不要喝超過兩包 對 不要喝超過兩包 那我要克制自己 對 太好喝了 我覺得其實就是 嘴饞的時候 想要吃零食的時候就可以喝 好消息 而且它剛剛說熱量很低 熱量很低 我睡前喝一杯就好了 那一天就超過兩包 對 它的纖維就是添加 符合高鮮的訴求 可以增加這個飽足感 所以像我就是自己會替代早餐 或者是下午茶的時候 我會來一杯 所以到了 瑪莉亞 你快超過了 對 一天不要超過兩包 你這樣 你是沒一杯 我告訴你 對不起 妳繼續說 我怎麼想呢 所以到了正餐的時間 就比較不會餓 然後自然就可以減少 那個進食量 進食量都會這麼多 所以完全就會阻斷 讓人暴飲暴食的念頭 很棒 沒有飢餓感很棒 這個好 剛剛做下午茶 也都是滿好的 謝謝達人的分享 好棒 不錯 接下來就是一個知識題 知識 所以如果沒什麼把握的話 就乾脆不要按理一下 夏瑞哪一個選項呢 跟藍色星期一 Blue Monday的由來無關 無關 1 宿醉 2 窗簾 3 黑青 請搶答 好棒 好棒 冠老師發揮了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淤青 為什麼 我覺得 星期一的由來與夏瑞 哪一個無關 請問一下 黑青有什麼跟著什麼關係 它有可能是因為喝太多摔倒 對 對不對 跟窗簾有什麼關係 應該是素酸 因為假日都會出去喝 聚餐 然後幹嘛 然後禮拜日要收心 然後禮拜一就會素酸 窗簾是因為都要蓋起來 所以都沒有陽光進來 就會覺得說好黑暗 對 還沒有光明 那淤青的話 就我覺得比較是無關 就是3 對 應該是無關 但也很難講 不會 我打完假 然後我淤青 我還是上班不會有助 對不對 可是那個宿醉是頭痛不舒服 對 這樣可以嗎 對 可以 可以接受 他們討論好像滿合理的 對 就1吧 3 他們答案是3 這個答案是否正確 好 窗簾 對 跟我們想的一樣 當然竟然是窗簾 因為窗簾是常態性的 每天都有 那你不可能每天都不錄 來 我們請到張醫師 為什麼 我們會有這個 《何日不錄》 藍色星奇異 這個典故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起源在13世紀的德國 13世紀其實還沒有進入工業革命 所以說那個時候 做工的人 他們是做兩種工作 第一個叫做木工 第二個叫做鐵匠 那個時候已經有那種 週末休息的習慣了 所以他們會在週末休息 禮拜天晚上 這些工匠 就只會做三件事情 哪三件 喝酒打架 整夜不睡覺 真的 喝酒打架 整夜不睡覺 第二天起來怎樣 全身瘀青 瘀青是藍色的 對 這個藍色就是指 那個瘀青藍色 而且會痛嗎 英文的 Blue 藍色 它其實有點 除了憂鬱以外 它指的有點是那種 很空靈 很空虛 很迷茫的感覺 所以宿醉的感覺 它在色彩學裡面 也是一個比較 它其實有點心理學的成分 對 所以說你在宿醉 你全身又瘀青 那個叫做 曼杯鼓鼓鼓 雖然這一題沒有答對 但是你們這一局還是 大獲全勝 是不是 答對有兩題 你們答對零題 零題 你們不能投球 你們可以投三顆球 有 好精采 我們請到黃子萍 詹嘉瑞 我們抽出今天的幸運得主 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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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們 恭喜 幫你不錄了 不要不錄了 好啦 把那含笑飯是爹帶回去吧 還是要開心 對 我們今天透過這麼多的 討論跟分享 我們知道只要放鬆 興奮緊繃的心情 慢慢回歸原本的生活步調 我們就不用怕 收價正後取來打擾了 當然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的健康知識 一定要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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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我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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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給我 我真的很 важ 我的 我對妳 Nike 一個多多多多多 Thrones aha 一個 瞬pa